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大朋友小朋友都爱去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特色公园这样的一个推动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心 一起来了解 首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 黄火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的 副理事长李玉华 玉华好 玉华姐好 大家好 还有益座好 是 再来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议员 廖宜坤 廖宜坤好 主持人好 玉华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非常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特色公园的一个推动 那我首先想先请教玉华 其实我记得当年在 开始有听到特色公园这个 这件事的时候是 在某一个朱立伦市长 到我们北大特区一个 综合行政大楼 要启用的那一天 然后呢 他去剪彩 然后就看到一群 妈妈 飞着小孩 推着小孩的娃娃车 一群妈妈们在那边有点拦叫 把她的轿子拦下来那种概念有没有 然后其实当时我是在想说 这些妈妈们在干嘛 然后呢 公园不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邮剧小朋友有的玩就好了 为什么要不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来分享一下当时你们这些妈妈们到底在想什么 好的 2017年那一年其实我们 新北市这个 拦叫的活动啊 是因为妈妈跟小孩们住在 分布在三樱土树 还有北大社区甘园这个地区 发现说 台北市在2015年 特工盟在台北市成庭 然后就已经加入了 公园设计的会议 然后出现了一些参与式的设计的 新式的公园 然后他们就想说 哇那我们附近的那时候是海洋公园 也要有改建的消息出来 是不是我们也会变成新式的公园 结果后来发现 没有耶 没有自动的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 我们有跟当时的里长聊一聊 然后当时里长是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要 整个市府动起来的 不是里长一个人就决定一个空间的 所以妈妈爸爸 还有在地的很多达人 就是地方的贤达 都觉得说那我们也许要跟市长直接说说 可是可能没有方法 所以就想说 市长会到行政中心 那时候的那个六星级图书馆的那一栋 做剪彩 然后那时候遇到市长是最快速的 跟他沟通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在他的剪彩活动旁边 等着他 然后等他剪彩完活动以后 跟他诉说说 台北市动起来 有没有可能新北市也动起来这样 是所以就开始有了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然后才成立了是不是 就是在我们这里 成立的那个时间点好像差不多也是 因为我们之前只是一群家长带着孩子 然后跟市府在做一些协商啊 或者是讨论合作可能 然后到了2017新北市也动起来以后 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是 箭在悬上投袭下去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变成是个认真的事情 就去申请了社团发言 是 而且我记得是说 除了说那一天的一个 跟市长陈勤之外 来跟他提出需求之外 其实你们也必须要去整合整个北大特区 大家的共同意见吧 是 那时候我们有参与了一个 在地有一些协会啊 社区测进会 然后会有固定的论坛 好像有公共论坛 北大公共论坛 我记得你们也去插了一脚 然后有在里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在地的大家都非常支持 然后当时的公共论坛的主办单位 或者是协办的就是前辈们 就说你们一定要来公共论坛 跟大家谈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对 新的概念要大家懂 大家想一想 对自己也很有好处 对孩子更有好处 对环境更有益处的话 大家都会支持 所以我们就去公共论坛报告 是 所以其实大多数的家长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 我们可能都觉得 小朋友不就是要好好的读书吗 那玩呢 只是其实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他还是要认真读书 然后学很多的一个才艺啊 然后公园有的玩就好了嘛 这是我们早期 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家长的一个想法 可是对所有的年轻家长来讲 他们现在想的不一样 那怡婚你其实也是一个年轻的家乡 对不对 我算年轻啊 对啊你算年轻的家乡 因为小朋友其实 小朋友其实都很小 对所以是不是来分享一下 对你们来讲 就是小朋友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是你们现在这个年轻的家长的希望吗 应该是这么说 当然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教育 其实是有点像停压式教育 大部分的父母都会要注重我们的学业方面 跟成绩方面的这部分 可是当我在13岁 其实我13岁就到澳洲读书 是啊 那我可以在那边去感受到 其实家长不是很注重他们的成绩 反而很注重他们各项运动各项休闲 所以说永远在家庭跟学校的科业 他们会找一个balance 就是一个平衡点 家长会愿愿花时间 你看哦像我们去篮球比赛 我就看到一大堆家长 会陪着小孩子 再小孩子去参加比赛 反而功课他们不会很强 印识说要怎么读要怎么读 这就是我们东方人 我们亚洲人跟我们这种外国人 他们的想法 可能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从小看到我的同学们 他的爸妈并没有对他科业上有很大的要求 反而要求说他要去参加各项的活动 可能那时候我们游泳啊 足球 篮球 橄榄球 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运动 他都会要求他们参加 那到了像刚刚玉怀有提到这个公园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国外 我们不是贯同室友剧 而是每个公园他都有他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特色 是 这样子才会 我讲一个类似现在比较讲现代的话 就是说一个打卡景点 当我到一个公园 我可以透过这个公园 我可以去拍摄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1996年去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所以当他拍摄的时候你会看到说 那其实我们台湾应该是也要这样做 我们的公园不再是一个 只是一个罐头游戏器具 大家去 你不会想要去特别拍照 因为他就是这样子 其实在特工盟他们这样子的动作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这个共作的时候 我发觉到很多的市长他们现在慢慢在推动 那你回到每一个景点 你都可以打卡 像昨天我参加这个大清水 这个运动公园二期工程 这也是我在任内这一期任内推动的 然后争取到经费 然后盖了一个有特色的溜滑机 那这个特色溜滑机也是结合了他们 一个摇 算一个烧摇的一个烟囱的这个概念 然后做一个这个溜滑机 利用他的地理做一个特色溜滑机 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新的打卡景点 所以我很感谢 其实这几年来 特工盟其实帮我很多 让我曾学习了很多 为什么我们的公园 要每一个公园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不仅是小孩子玩得开心 大人连我们在当网美也当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们可以跟特工盟 我一直要求每次的只要在我的区内 有任何的公园的这个东西 我都要求市政府一定要邀请特工盟 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参与 因为他们可以丢不一样的idea 会因地质疑去推动一些不一样的特色的公园 让我们新北市每座公园都有自己的特色 是 哇 这其实要推动不是那么的简单 所以我想请教这个玉华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嘛 很多的家长其实 期待的可能就是小孩小朋友的功课 以东方的东方人来讲啦 大家都希望说小朋友就是好好读书嘛 因为夜经于情荒于稀 就是尽量不要去玩游戏 可是我都看着你看到你的脸书分享的都是 你带着你们家小朋友去哪里玩去哪里玩的这些讯息 而且当然可能有些点你就会特别介绍说 诶他的特色在哪里 为什么小朋友喜欢在那个环境玩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 到底那个罐头邮具啊 跟那些所谓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共农室的邮具 他们的差异到底是在哪里勒 为什么这些邮具玩起来得到的成果 还是那个快乐会不一样 我跟两位报告一下其实怡坤非常了解 因为他从小在澳洲 澳洲其实是我们经常用在我们参与室设计里头 提供给设计师或者是工部门的很经典的案例之一 因为像比如说欧洲国家他们比较重视的是自然跟游戏的结合 所以如果孩子去公园游戏场的时候 他其实是走出家里头接触大自然的第一个空间 因为有些人家里头可能 如果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些前后院重重花花草草 可是有些人家里头他真的就是大楼里头 顶多有一个阳台 所以如果他可以到公园游戏场里头 他可以接触到树啊沙啊水啊花花草草 其实对孩子的免疫力是非常好的 所以澳洲有非常多的例子就是澳洲的设计师会说 我们就直接把游戏场或公园设在那个荒野里头 然后我们就问说那荒野里头不是会遇到蛇啊或什么的 然后澳洲的设计师就说你们是适者生存的教养方法 就是会活下来就是很厉害的小孩 我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 就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都市化的时候 孩子可能就是在家里玩 要不然你就会是上学在学校玩 然后空间非常少 可是如果现在有这么多丰富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是爬的特色 有的是溜滑梯的特色 有的是荡秋千人特色 有的是水公园 这些特色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从家里从学校 再多一个公共空间 可以去练习他们的上肢体的发展啊 跑跳的能力啊 然后未来可以变成奥运的学生 或者是滑板 你有机会啊 有机会啊 对 就是我们从小就练起来 因为台湾的孩子 根据联合国卫生 好像WHO 他们的那个报导下来好像是 我们的孩子体力真的跟其他的国家有点差异 对 然后我们又发现说 并不是其他亚洲国家也是真的就是 孩子你就去念书 他们还是会发展公园游戏场空间 比如说新加坡 在推花园城市跟自然游戏 然后日本有非常多play park 就是社区里头 就让孩子进来这个公园里头 去自己打造玩水玩沙 所以我们发现大家都默默的在孩子的玩这一块努力很多 因为玩其实是孩子一生下来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方法 如果玩得很开心 他就会有好奇心再继续学习 所以也有报导就是 如果玩得很会的小孩 他其实IQ啊 或者是在功课上面也会更好 是 所以你们才会想说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场域 其实也是对小朋友的一个刺激 所以当然罐头游具他永远就是溜滑梯滑下来 而且就是还蛮短的 对 暗暗的 短短的 根本就没什么感觉 对没什么感觉 所以你会讲说小朋友大概一两分钟 就觉得够了 回家吧 还不如在家里玩手机 他们不觉得新奇 就这样子玩 一点挑战都没有 不一样的造型 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不一样的体验 他们就想多留一点多玩一点 对 就是讲南京女 大家都有点喜心研究 也是 他喜欢有一点创造力的东西 所以后来慢慢的加了一些沙坑 对不对 对 然后像那个溜滑梯不是那种塑胶型的 而且我记得先讲一下你们这一阵子 你们这几年推在我们的 可能包含树三英 我们新北好了 到底推动了哪一些的一个特色公园 在你们的介入下 以你们介入的部分 先来谈 参与啦 参与一下 争取 建议下 对 参与 是是是 因为我们 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 因为我们说2017年见了市长以后 后来宜坤就当选了议员 2018年就当选 2018年 对 年轻有为 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参与了英歌区的古钟楼公园 古钟楼 这个故事可能可以请议员分享 因为前段就是他争取了经费啊 场地以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参加这个真正的游戏场的设计会议 然后游戏场会议上面我们就提到说 其实大家以为游戏场就是去玩玩去爬去跳去溜去荡 但是其实古钟楼它有赋予了在地历史的意义 因为它的古钟楼的设计其实是对应以前的消防钟楼 在那个英歌的山上 然后孩子在这边玩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跟带他来的大人问说 那为什么这边是一个古钟楼 当然可能就会去查一查跟他讲说故事 然后说下一次我们爬去以前的那个遗迹那边去玩玩啊 或者是如果刚好遇到在地的里长 在地的里长很喜欢公购 我们成都的里长哦 那个历史很厉害 他就会跟小朋友讲说以前的故事是怎样 还跟小朋友讲说 你游戏场的这个古钟楼的那个一块一块的砖 跟以前的砖也长得一样 就会有很多长辈跟 孩子的代际间的连结 然后这个故事不会被忘记 如果在地的孩子就会觉得说 哇我好有在地的那个赋能感 然后别的朝圣的这些游客就会觉得说 英哥这里好好玩哦 然后有很多家长的反应真的是 我们进到了古钟楼就带步走了 然后那边又没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家长就要饿在那边陪小朋友玩玩玩玩 到他们尽兴了再离开这样 所以古钟楼算是第一个推动的 对在我们土树三英算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我们还放在我们的 第一个参与的 对参与 应该说第一个参与 那宜昆那时候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时候其实我们在这整个整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古钟楼那时候的土地有一些是建商的 有些是政府的 有些是又是私人的 所以那时候我跟陈陆赫里长约我们的新公处 那时候就一一的针对这些地主来拜访 然后到后面建商 后面也是拜托了好几次 那最后他们都签出同意书 让我们来做这个公园 那做这个公园的时候 我也很感谢有我们玉华他在我们特通文盟的协助之下 创造这个古钟楼就是我们这个消防式的这种 那种丢滑梯 对那种 它是很特别的 那这个古钟楼那时候 为什么陈陆赫里长一直要推动这个 他就说因为这是所有英哥人的回忆 因为只要那时候只要发生什么 他们就去 敲这个 敲那个钟提醒大家可能有火警啊什么的 对 他甚至那边还有一个防空洞 那边那边还有一个防空洞 早期还有一个防空洞 他可是就是随着 那个时代的垫迁 他的那旁边的这个砖块都慢慢的凋落 那所以说他觉得说如果一个古钟楼 他其实有在地的特色 又旁边又是刚好都是有窑场 都是窑场 他其实他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他就拜托我 是不是来推动这个公园 那我就是跟新公处讲 我们就一一的来破解这个最主要是卡在地主的问题 那所以说在这整个部分 他又有结合了古钟楼 其实他旁边有树林也蛮多 所以我们跑酷那边又设计了一条跑酷的一个站道 让人家可以在那边跑 跑酷则使用 所以那时候也感谢特工萌 其实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其实很多爸妈像我们小时候 都不喜欢我们去碰杀 对 脏啊 很脏啊 每次用来都脏兮兮的 然后杀又带回来家里 是啊 其实爸妈都不喜欢 但是透过了特工萌 他们跟我们的互动之后 他知道原来杀队小孩子是这么重要 因为他可以在杀队里面去创造很多不一样 他的天马行动的想法都在那里 他可以去堆砌 对不对 做什么样的图案 对不对 所以说后面他在这个古钟楼的这个第一次参与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杀的这个整个特色把它放进去 那包括我们家的小孩子 当然我比较没有PO上网 我们去的时候玩 我发觉到小孩子去那边玩的是开心 所以我觉得在后面我们很多的这个特色工萌的时候 我很感激就是有特工萌他们这样的参与 其实让很多的工家机关 包括我们很多的这所谓的工程顾问公司 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些工程公司他们只会做 不会想 他们可能没有一些创意想法 没有一些创意想法 所以就变成说 透过特工萌他们的建议 他们会慢慢的去开始去收集资料 我发觉他们最近 我在跟他们这样子开会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慢慢的收集资料 他们自己会找资料 然后自己提供建议 然后聊大家都开始聊 那这样其实是有点民间跟政府之间 我们是一个平台 让他们去沟通协调 大家会创造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 与众不同的这个特色公园 我想再请教玉华 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特色公园是慢慢的多了 但是在你们整个从一开始的推动 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 包括说像宜坤刚刚也讲 一些工程公司他们以前会觉得说 我就做这个就好了 你那么麻烦 要我改这个改那个的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 或者是说 为什么你们的一些想法 可能他们要去执行的话 你们可能只是想 但是他们要去做 对他们来讲可能也蛮困扰 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可能你觉得我要做特色公园 我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邮据在里面 但是其他人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我想要做别的 这过程当中应该蛮多的一个状况吧 的确 可是我觉得 刚刚宜坤有讲到一点就是 我们其实有启动了一些 那叫什么机制 就是原本可能工部门的承办 或者是长官 他们其实很有想法 或者是支持这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 你家长到底有没有接受 小孩到底有没有接受 对 所以我们这群家长啊 小孩跳出来以后 他们就会知道说 原来我们有消费者 对 我们是消费者 然后我们特工盟 有点像是消费者使用行为的一个专业团体 我告诉你说真的消费者爱 消费者要 然后消费者会统一这样子的 好像比较前卫一点的公园游戏场设计 然后宜坤作为一个名代 就把这个消息也转给工部门 工部门就把设计师找来 你也会遇到很有理想的设计师 但觉得说工部门以前经费就是罐头邮据 比如说十万二十万 他根本不能发挥 就是想要帮小朋友创造那个 好玩的那个游戏天地这样子的可能 然后现在知道说有消费者了 然后工部门觉得有消费者我有政绩了 然后设计师那我就多给你一些经费 有设计的费用 有做参与室工作方的费用 然后小朋友要什么设计师都懂了 再把它做出来 然后做出来以后就会有很多人去朝圣 是 现在网络上如果你 你看很多家长都会打卡说 我今天在什么公园 今天又在哪一个公园 然后我觉得营造单位啊 以前可能就是真的是口口的做 然后就很多工法 就会觉得说你都在许愿 那是国外才会做 我台湾没有这个工法 可是几年下来就会发现说 有很多老师傅被邀请回来 以前的工法回来了 然后新的工法在一个一个公园 试验之下就开始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争取到的龙学公园 是新北市第一座 然后现在宜昆争取到的海洋公园 就是那时候启动妈妈跳出来想要跟市长讲的那个海洋公园 它现在是应该算是最新的一座 最新的这一座它用的工法就是最新的工法 对 就是会用到比如说复合式的扑面 有的地方真的要用橡胶颗粒做的EPDM的扑面 有的地方就可以用小石头圆形的那种历史 因为那是科学证实 就是它会比较容易保护孩子 如果不小心掉下来 它不会受重伤 或者是滑板的广场 又可以跳舞又可以溜滑板的最新的工法 而且十年可以不用大量高价位的去维护的 这个对不管是玩的小孩很好 其实对公部门也很好 就不用大量的围管经费 因为常常看到一些罐头邮具 那个下面垫的人就是会发臭 然后踩没多久就是有一些高高低低的不平的 不然就是邮具很容易就换 你常常要去公园的时候就发现 警示带围起来了不能玩了 对所以其实一个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场域 游戏的一个场域对小朋友来讲 对家长来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只是说你们现在从新北开始 对不对听说这个特色公园已经全台 全国到处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资讯 所以其实其他县市的大家小朋友都很受益 的确是 我觉得很感谢就是新北 继台北之后动起来 而且动作非常快 就是土树三鹰以前 新北刚动起来的时候 是被其他比如说戏子啊 金山啊巴黎说 你们土树三鹰是新北市的天龙国 全部都是特色公园 跟那个游戏好 真的耶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新北这边的小朋友 真的是非常幸福 那我想考一考宜坤好了 什么样的公园才能叫特色公园 需要怎么样定义 我觉得特色公园就是说 譬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你像未来我们的海洋公园 我们就是有那个船的造型 跟不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特色 就是说 就是不能跟人家一样的 就像我们在讲的不是说一箱一特色 就是有一个公园就要有一个特色 它是要与众不同 这才可以叫特色公园 就不管是它是溜滑梯的 像我们三甲的东山公园 就是一个最长的溜滑梯 这个就是它的特色 它就是其他的 你特所谓的特色 或者是什么造型之类的就对了 所以说刚刚像月华讲的这个海洋公园 其实一开始我是争取到一千万 我想说一千万应该够了 结果后面他们聊聊聊 要这个加那个加那个 结果现在变成一千六百万 接近一千六百万 所以后面我再去追加运行 是 那好像我最近跟那个客长那边讲 也是大概要九月底要动工 还是十月初要动工 很期待 所以说真的是他们的参与 然后把这些特色全部加进去 这海洋公园其实一开始 大家其实经过 其实没有人想待在那边 就没有什么 因为有 第一个排水出了问题 它很容易自身稳重 第二个灯光要昏暗 第三个它其实 它的路面其实都很不平 不平了 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在那边 都会跌倒 所以说那时候我一开始 担任名单的时候 我就赶快来收集资料 看怎么来推动 所以那时候就有幸跟他碰到 我们好像会看了三次吧 超过吧 三次至四次左右 就是为了说第一次是说 这个到底要不要改建 后面就确定要改建之后 怎么来改建 然后后面参与的会议不计其数 所以我们才会说 诶 这个特色公园呢 其实在每个地方 它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代表性 对 海洋公园现在在北大 它就是一个代表性 因为海洋 就是顾名思义 我们要把水全部带进来 人家说炭水 好像炭水 大准力降 对吧 炭水炭水 所以说我们后面又有 我印象中还有增加这个 谈跳的那个谈王 谈跳跟 谈跳船 谈跳船 谈马王 这是我相信是在其他的公园 是没有的 所以说你刚刚问我的这个 所谓的 特色公园 特色公园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它就跟大家不一样 其实也不能够 应该是说这样的一个特色公园 可能也要相对要符合在地的 带在地的特色 有带在地的特色 在地的特质 然后它又是无法被其他取代的 对 全台就唯独它 这一次 没有办法去复制 像我们那个 什么 天空步道 我就到处 对 大家就开始学了 有没有 你也天空步道 我也天空步道 可是那个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特色 大家都天空步道 是 所以玉华 你们现在越来越 继续推动下去 你们那个创意 你们那个想法 要越来越多 其实都是来自小孩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希望说 不要像天空步道 你也是 我也是 罐头 以前你说罐头 邮具 是说它可能很低矮 很低功能 低乐趣 又低价 然后现在的特色公园 可能多一点点经费 可以有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在里头 不一样的设计 不一样的邮具 不一样的动线 或什么 但是慢慢慢慢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 你新美式做好好 我要不要其他县市抄 抄一抄就好了 根本不用请特工盟去参与 也不用问在地的小孩 结果这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罐头邮具2.0 对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 像已婚这么用心就是 愿意让特工盟参与 进去设计会议头 特工盟就可以帮忙把关 说这个其实跟什么很相似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多问一些在地的 居民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有一些地方 其他地方有过 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 比较新颖的设计 或者是 这个区域里头 比如说讲北大社区好了 其实我们有 六七个公园 在这个北大社区里头 每一个公园现在 其实都不太一样 因为比如说这个地方 放了荡秋千 另外一个地方是 就放弹跳床 等等 像这样子的把关 其实就是一些经验的传承 给工部们 然后工部们就可以 提早知道说 使用者在后面可能会抱怨 或者是可能会 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先去除掉了 那我们后来做出来的设计 开放以后 可能就会减少很多 回馈是比较负面一点的 是 所以到目前为止好了 以我们整个素三英地区 好不好 土素三英地区 目前你们有参与过的 这些特色公园 有哪些 你有没有办法念出来 来 考考你 还好 我还可以考你 我以为是引荐的 所以说还好 这还不是考他吗 两位一起来好了 来 韵华先 特色公园 参与的很多 比如说英哥区 有凤翔公园 一开始 把美乐地计划 把工厂都移开的 凤翔 它是一个鲸鱼造型的公园 对 对 要有去参加 对 一定要地方上的 对 凤翔公园 凤鸣公园 那个机器人公园 对 然后最早有弹跳船 就是凤翔 凤翔 凤翔 对 然后英哥还有 永吉公园 而且超夯 对 一排一排才来 是 我觉得里长一定要考虑 哪边要设停车场 真的 那你真的是 因为那边不太好停 假日真的不好停 现在又有捷运工程 所以说 其实我们有在跟里长讨论 到底哪边可以有一个停车场 对 让他们好好放车 可是目前好像找不太好停 英哥这几个真的都还不错 然后回到三峡呢 三峡 三峡就是中山公园 农学公园 万平景观修器公园 儿三公园 海洋公园也都要提到 是 借寿公园 哦 借寿公园后来改建 三峡图书馆那里 哦 是那一个地方 是是是 现在也要 我们通常叫永安图书馆 对 永安图书馆 就是它虽然场地小小的 可是它会利用就是向上的空间 哦 所以它会长出有高度的 而且还有蓝染的那个 故事是在里头 对 听说也要重 嗯 好那我们考一下那个怡坤 树林给你讲 树林哦 树林其实他们参与的 就我自己 你有争取到的 其实未来就是我的水源公园 其实水源公园未来要改建 我之前有跟你 嗯 所以这是目前可能在规划 他们在规划当中 但是就是说他们现在争取金费 其实水源公园这部分 我们还在争取金费当中 嗯 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花了1800万在 那叫公额期啊 公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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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额期那边呢 啊我们现在 上次有你有了 你有到吧 上次你有到 当然有 新公处我们一起到 那那个部分会有带 有点 我们菌 疫情那个灌溉菌沟的那种概念 对对 会带到这里面来 嗯 这花了1800万左右 嗯 那他们在这边 现在已经在拆拆那个上面的铁皮屋 嗯 那后面还有我们 我印象中东升公园好像也是他们有参与 对 嗯 东升公园是他们有参与 我印象中是没错 然后后面 还有这个 长寿公园 那个改建 嗯 我们地下停车场 对对对 地下停车场上面 因为上面公园 对 因为游戏器区 我们现在完全都要再做一个改善 所以说也是有我们特工盟一起参与 的参与 还好我都讲得出来 是 哇 那这个公园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 你们大家知道吗 这群妈妈们 除了在推这个特色公园之外 他们还做了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他们竟然要封街 把那个道路还给小朋友 让小朋友可以在大马路上玩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疯狂的想法 这件事 就是开幕好风光 但是其实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 比如说公部门这边会遇到地要不到 对 或者是经费真的要不到 那个时候就会想说 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空间可以释放给小朋友玩 因为现在都市化的小朋友真的很可怜 就是 找不到地方玩 找不到地方玩 要不然就是念书 要不然就是3C 3C又会影响视力 然后没有动起来又会有肥胖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就像以前一样在马路上玩 走到家前面的一个巷子就可以 拿去球 真的 跳房子 我们小时候真的都是这样子 你有玩过 我有 真的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你还小 不过你的小时候应该是怕昂飘 对对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 跳格子也都OK的 那个不是我的 不加入这个讨论 有年龄的参称 是 然后我们的当时 当时的那个 儿童重返街道游戏 就我们回去街道上游戏 的这个召集人 是我们现任理事长雅琳 然后他那时候就想说 我们透过参与是在台北市 做一个实验 我们可不可以封街来玩 然后那时候做了一个群众募资 然后当时我人在 人在英国 就遇到了 算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 一个也是妈妈团体 是是 就是妈妈改变的力量 真的 然后那个妈妈团体的那个 共同创办人 他就说他们就是为了小朋友 不要车子再来再去去亲子餐厅 去办生日会 就社区前面的马路就围起来办生日会就好 因为都是邻居小孩一起庆生嘛 所以这件事情 除了英国发生 它开始影响全世界 所以我们2018 2019的时候 就来推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推推推推 都是特工萌在做很累 所以我想说北大社区这边 有没有可能有在地的团体 或者在地的明代啊 或者是 就是教练啊 老师啊 学校啊 一起来支持 结果真的就推成功了 嗯 就是他叫做封北大儿童上街去 是 然后因为疫情停了一年 我们今年要办第三届而已 嗯 你们新北市是不是也动起来 嗯 所以那时候交通局就变成是 主管机关 他负责来协议 因为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推动这个 封北大儿童上街去的这个活动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啊 因为市府完全没有一个局处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对啊 所以说我们在议会咨询 那跟他沟通 我甚至播了一些影片 人家 我就是拜托玉华他们提供一些影片给我 让他知道说 人家台北市有办了 全世界各国都 就是英国有在办了 那我们 新北市是不是也应该来办办看 所以说第一届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是 我们是全程参与的 就变成说 要沟通协调这个单位 后面发觉 不对 市府应该要找一个全程单位 提出来负责 那我们只要对那个单位 那我们剩下的都不用对 由他们去跟其他 所以说第一届的时候 我们后面公司就有交通局 因为道路一些交通的一些指挥 可能是有交通 所以里面要包含消防 公务 养工 还有其他一大堆 连交易局后面好像交易局 文化局 文化局 都来了 他们都要 因为这样子才能说 我们才知道说 不然一下就跟我们讲 这一局 可能要关心 我们在北大 因为我们还看了整个新北市 北大是一个 唯一一个 人口密集度高 那我们那个街道又够大 是可以来办这种大型活动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真的一开始真的很辛苦 我们明代能够的方面是提供在市府一些的这个沟通协调的方面 可是到资源上面 其实他们真的 每年其实你们看到都这样办 每年都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议会 一直要争取 因为市府竟然认同 竟然都认同这个街道游戏了 那他们在经费上 是不是应该来有所依注 因为这对新北市政府来讲 它就是一个亮点 而不是只是一个 从旁协助一些行政程序上面的一个单位 其实市府应该更要来推动 因为我讲真的 小时候在街道上面跟 我的左右邻居玩 让我学会社交 让我可以跟人群互动 才不会导致说 很多现在我们到大楼 我们左右邻居是谁不认识 那你的小朋友 根本也没有办法去跟其他邻居互动 往往就变成 我就坐在电脑前面 看我的iPad 看我的手机 所以说街道游戏 它的一个这个活动是非常有益 让大家可以聚集在那边说 原来你住我家 父母的互动 小孩子之间的互动 这对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社会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要来跟大家来接触 当然到后面的学校 又后面到了出社会 那不一样的历练 但是在这边它是最主要的 因为大家在这时候交的朋友 是完全无利益 是最天真无邪的状况下去解释 但是就是说像我们还一直在争取 每年是不是先请市府应该拨个经费 来协助他们 但是往往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市府拨经费他们会干预比较多 他们就说你要跟我宣传这个 文化局来的可能要跟文化相关 然后环保局来的 你要帮我做一下环境保护宣导 类似这样就觉得好奇怪 就变成一个变成一个 就是我们通常在个里 在做一些宣导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尽量把它简化 让它回归就是变成说 有主办单位每一年想出 不一样的主题 不一样的特色 像今年的就是有个 宿屋的概念的特色 我非常赞同 所以说他那时候他们在集资的时候 其实我也就是想认同这个 我也赶快去帮忙募集一些 来协助他们 因为这宿屋 我相信没有人在街道放树屋 是啊是啊 因为树屋一定要有一棵树 他们这是说很环保的 然后又可以拆卸的 没错 那玉华来给我们预告一下 好了今年的上街区 好哦 今年的丰斐大儿童上街区 会是在9月24号下午1点到5点 把整个大一路 学情路跟学府路中间 这个1万平方公尺封起来 我们希望今年变成是 亚洲最大的街道游戏 因为其他地方的规模 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我们这边这么大了 然后所有这次的协办单位 非常感谢 借机感谢一下 就是 我们会有树在行道树上 我们会有领务局 带来各式各样的树皮墓穴的泳池 大家在树皮里头游这样 然后会有 英哥的兴旺吉祠带来陶土的地景游戏 就是有点像格列佛游记 小朋友就走进去迷你的地景里头 然后我家的房子在这里就捏捏放在这里 然后我家的旁边的游泳池捏捏放在这里 这样或者是一定有各种运动的 比如说滑板啊 直排轮啊 单车啊等等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消防单位 警察单位 还有支持的明代都会带来各种的游戏的摊位 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很基本的街道游戏 会让孩子放开大玩的 就是玩泡泡啊 地板的彩绘啊 和彩绘台北客运送来的一台公车 哇 对 当然不会缺少玩水啦 希望那时候天气很好可以玩水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来 静华姐要来 然后可以要来 哇光听就觉得很想要去试试看 我们真希望能够再有一次同年这样 我们也能够去体验一下是不是 是 那当然特色公园 目前在全台 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也要真的感谢我们这个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 他们愿意花自己的心力 然后协助各地做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公园的一个规划 让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可以学习怎么样玩 然后呢 在玩的当中呢 能够获得那个成长的一个需要的一些养分 然后我们也期待未来 所有的公园的一个规划 真的都能够越来越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的参加 谢谢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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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